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支视频得到了大家非常热烈的反响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大家 同时我也收到了大量的私信 来咨询Transferwise如何去进行实名认证 以及如何去给他充20美元 获得他的一个美元账户的信息 我们在实名认证还有给Transferwise充值20美元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小伙伴他可能没有护照 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实名认证 有的小伙伴他可能没有境外的卡 就没有办法给他去充值 他又不支持国内的一个银行卡的一个充值 其实这两点的话 都是大家对Transferwise的一个误解 Transferwise其实他不需要实名认证 不需要去充值20美元的话 也是可以正常去进行一个使用的 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汇款工具 他不是一个银行的储蓄账户 或者一个支票账户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想把自己的钱 去放在Transferwise提供的一个美元账户里面 去进行一个储蓄 但其实的话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去进行操作的 因为Transferwise它的一个风控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可能不知道某一天你触犯了他某一条风控机制的话 你这个账户就会直接被封掉了 所以与其说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实名认证去充值之后的话 账户很容易被封掉 还不如我们不进行实名认证 直接去操作一个转账汇款到国外的账户 显得更加的一个方便和实用 那么今天的话我就会教大家如何免实名认证 免充值去用Transferwise给境外进行汇款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境内外资金的流转 以及个人理财的知识 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一定要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了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本期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首先我们来到Transferwise的后台 这个账户是我刚刚注册的账户 没有去经过实名认证 也没有去入过金 然后我带大家去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点击右边的cindmoney 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币种去选择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收款想要收到美元 然后这边发送的币种我选择港币 这边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其他的货币 但是的话不建议大家去进行 因为港币的话是目前我们最容易操作的一个币种 你如果去选日元或者英镑的话 原仓也可以 但是你在银行去购汇的话 这种使用频率比较小的币种 你去购这种币种的汇的话 银行被拒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建议大家去选择常用的货币 比如说港币 好的我这边就比如说发送1000港币 然后扣除费用之后 最后能够收到123.74美元 点击继续 这边账户的话去选择我自己的账户 这边的话你账户的名称也就是收件人的一个名称 如果是自己的话就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 下面的话是银行的信息 你银行是在哪个国家 比如说我这边默认的话是美国 下面的话就是银行的一些信息 我们去把它输进去 这个信息的话可以在你自己银行的一个界面去查到的到 账户类型的话选支票账户 然后点击确认 这个时候会给你再去确认一下你这个汇款信息 比如说你发送1000港币 你的一个费用是40港币 总共是收到这么多港币 然后另外的话它的一个汇率是这么多 然后最后是得到了这么多的一个美元 到达的日期预计是在14号到达 这边的话下面给你确认一下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是留言 如果说你会给其他一些虚拟银行的话 他可能要为你提供留言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把这个复盐给添加进去 我们点继续 好的到现在的话是付款的一个界面 他现在付款选项的话 左边有三种 第一个是借记卡 第二个是信用卡 这两种的话全部都是不支持中国大陆的银行发行的卡的 所以说这两种支付方式我没有办法去选择 但是说如果你有香港的或者美国的银行账户的话 是可以去选择这个支付的 但是支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选择同名的账户 如果说这个卡片的持有人不是你自己的话 很有可能你这个账户会被封控掉 会直接被封掉的 所以说最好是用自己的卡去进行一个付款 当然这个如果你用真的用自己的境外的卡付款的话 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本来就是要把国内的钱去转移到国外 那如果说你用国外的钱再付给国外的话 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用的一个方式的话 就是选择第三个 也就是通过银行电汇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转移 我们点击银行电汇之后 可以看到他这个费用也是发生了变化 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卡的话 他的费用是40.84 但我们选择电汇的话 他的费用只有14.57 这个费用是有变化的 好的 然后我们点击继续去支付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提供给你一个收款的信息 这边的话 如果英文看不明白的话 可以浏览器去翻译一下 这边的话是需要手动执行啊 就是要在必须要在周一的上午9点41之前 你要把你的款项去转到他提供给你下面这个星展银行的一个账户 这样的话 Transferwise收到你的钱之后 会自动的把你的款项给转移到你的一个目标的账户 好的 然后 我们是需要电汇到这样一个一个账户 把钱电汇到这样一个账户 如何把钱去转给这个账户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用国内银行直接去购汇港币 然后用电汇到这个银行的账户 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就是 因为大家看他这里的收款人的名字是公司 Transferwise这个公司 你如果境内个人给公司去转账的话 不通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国内电汇的话这种方式可以去尝试 但是成功率的话我觉得不会太高 如果说有小伙伴尝试成功的话 可以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 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 这边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的方式是 通过转速快来进行一个转账 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他这边有一个转速快的一个识别码 有一个转速快的识别码 我们可以用转速快把这个钱转到这个账户 而且转速快转的话资金是秒到的 下面的话我就带大家去演示一下如何去利用转速快 转账给这个银行账户 好的我们现在登录到转速快 用转速快测试一下怎么转账 我们选择这边的paybody 然后选择付款 好的然后这边的付款方式我们去选择电邮地址 然后收款人的电邮地址的话 这边就输刚刚transferwise给你提供的那个地址 好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点击继续 好可以看到他现在已经识别出来了 我们这边的话输入一下转多少钱 那如果你转1000港币的话 这边的话就直接去输1000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边账户没有那么多余额测试的 所以说我这边就随便去输一个账户 收款账户的话 我们这边去输入一下 然后他提供的一个是香港星展银行的 他的一个转速快的一个代码是016 我们在这边直接输016 可以看到已经搜索出来了 然后去选择一下 讯息的话就是备注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如果我们看一下备注这边的话 没有要求去提供一个备注 所以说我们直接去跳过就可以了 点击付款 然后去输一下密码 点击确定 好这样子的话就转款成功了 如果说你还没有派出赏账户的话 可以观看我之前做的派出赏注册的一个视频 目前派出赏注册的一个门槛已经有所提高 首先你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是基本上是注册不成功的 另外的话如果你用港澳通行证的话 应该也是不可以注册了 现在是需要护照的 所以说这个门槛是有所提高的 另外的话关于如何去给派出赏去充值 之前的话我用的方法是先充值到全球付 然后用全球付通过转速快再转给派出赏 但是现在因为全球付已经对大陆的用户进行了限制 没有办法去使用转速快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现在给派出赏充值 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淘宝上面去购买派出赏的充值卡 或者说去找人去带充值 当然这种方法只适合小额的资金去进行出入境 那如果说你有特别大额的话 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这样操作 因为他这个费率是有点高的 好我们到淘宝这边去搜索派出赏 那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派出赏带充的一个店铺 他一般的话面质是100元的 但到账的话大概是9598左右的 那具体的话你如果要充大额的话 可以具体去联系这个店铺的老板 然后跟他去协商如何去进行一个充值 等你把钱充到派出赏里面之后 你就可以去进行我刚刚的内部操作了 好的我们派出赏充值转账的过程完成了之后 我们现在回到transferwise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我已经转账成功了 然后他会跳转到这个主界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交易记录 有一个交易记录 然后是正在发送中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提示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你已经发送了一个美元 他我们已经支付了一个美元 然后这边的话是提示啊 transferwise已经收到了我发送的一个港币 但是的话但是因为我只发送了五港币 他的余额是不足的 所以说他这笔汇款是没有成功的 但如果说你直接发送了1000港币过来的话 他这边的一个状态就是会直接把这个钱 正在发送给你美国的银行的一个账户 一般的话需要花费一到三个工作日 你的美元账户就会收到这一笔转账了 以上的话就是不需要去实名认证 不需要去给transferwise去充值 也能够给你美国账户去进行汇款的一种方法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你感觉到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一定要在下面帮我点赞并且订阅我 同时你也可以点开旁边的一个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更新的通知了 我的观众群很大一部分的年龄都在25到35岁 这个年龄层之间 尤其是人到了30岁之后的话 最重要的话就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提供一个长远的一个保障 那么如何去实现这个保障呢 一方面当然是需要我们去辛勤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为意外之举 比如说失业比如说患病 比如说出现意外等这些意外的行为去做一个保障 那么如何去进行保障呢 保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在下期的节目里 我将会和大家分享我对于保险的一个理解 希望能够让大家在面对意外的时候变得更加的从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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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